在美国的加州菊郡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枪击案件 那这是台湾人攻击台湾人 原来呢68岁的嫌犯张文伟 他对台湾人有仇恨 结果把他加租在我们当地的台桥身上 刻意挑选了台桥聚会的长老教会 礼拜之后呢闯进去对他们无差别的涉及 那不幸的是当时在场的52岁郑达志医生 为了要阻止枪手 所以他人严命丧枪下 这个枪手周文伟其实呢 曾经在台湾生活过一段时间 他还念到了中医中毕业 那曾经担任了多所大学的教授 不过后来移民美国之后 政治的倾向变得更加的激进 那他现在呢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简称和统会的成员 甚至还担任了理事 那过去呢就被发现在之前的总统大选 狂热的挺寒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其实是一个对岸的半官方组织 在全世界的活动有统战部控制 那甚至呢连蓬佩奥都曾经示警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驻外机构 那当地的台桥告诉我们说 这个和统派 现在呢在美国的活动跟言论 是越来越激进 而且近年极端的行为获得了追捧 恐怕也激化了这样的恶行 台桥教会枪击案 这个奋勇冲上去要制止枪手的过世 郑达志医生 当时目击者形容他是穿越了整个房间 冲到了前面 希望能够对抗这名枪手 不幸地伸中三枪 不过他也成功拖延了枪手的行动 那后来呢是这个张牧师 张宣信牧师 他在台上看到了这个枪手的举动 非常的怪异 他就已经有警觉了 然后呢注意到这个枪手 正在换枪夹的时候 赶快地捡起了担子 就朝着他往头一打 那接着跟其他的教友 合力压制歹徒 事件过后 这个张牧师首度的露面了 今天的本土疫情是连六日破六万 一月至今本土的病例 已经突破八十万例了 那今天的新增病例当中呢 新增中重症有61例 38例死亡 不过呢 这样子算不算到了疫情的高峰呢 陈时中说 恐怕还是太乐观了 今天有不少的新制度 包括了新增的65岁以上长者 非三类的话 开筛羊在医生的判定下 就可以视为确诊 这样来抢救治的黄金时间之外呢 今天起正式实施的打三剂 快筛阴可以零加七 免隔离的新制 虽然呢 医界还是有部分的疑虑 不过目前看起来并不会更改 那同时呢 疫调的自主回报系统 确诊者也可以再优化的再去编辑 那因为这个黄家七的新制上路啊 所以呢 在疫苗的施打上 也出现了预约施打的人潮 不过现在很多的医院外面呢 都是这样子长长的人龙排筛检的人潮 该怎么消化呢 我们来看看王碧胜的这个案例 位在新庄的布立台北医院 之前呢 在这个疫情大爆发期 包括了现在啊 其实外面的人龙常常围了好几圈 那现在呢 卫福部长城市中跟王碧胜 他去视察过之后啊 跟医院讨论 做出了五大改善 目前看起来哦 成效非常的好 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最主要呢 五大改善里面 就是其中改采预约制 这个成效最好了 透过了每天 可以PCR的人数 来去做预约人数的预测 同时注意分流 再看到啊 这个高雄的妇人啊 她拒检 结果呢 她说我太紧张了 没想到呢 她不但不出示身份 骑车要落跑 还撞上远景 到底是太紧张 还是故意呢 警方的密录器 宽渊真相 而能源公司 是一手台湾的航运业者 打造的全球第一艘 克制台籍运维船 正式下水了 未来也会投入 大彰化的离岸风场 我们提醒大家 很多的长辈 如果你们收到了 这一些看似对疫情 有帮助的偏方啦 或者是什么研究报告啦 你都要特别的当心 留意警觉 因为很有可能是假消息 那如果你转传的话 也会触发 零零总总的时间上来 统计上来看 现在已经有上百人被侦办了 那现在我们就带你来盘点 最流行的四大疫情谣言 不过台湾自由多元的文化环境 确实也被国际肯定 现在呢 台湾再拿下了一个亚洲第一 那就是无国界记者组织 公布了今年度 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 台湾拿下了亚洲第一 超越了日本 韩国还有澳洲 另外我们的独家新闻要来搜密了 如果你最近到了高雄的柴山登山的话 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毛毛的 因为你会听到一种很诡异的声音 那有些人会形容 哇好像鬼片配的音效 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现在我们帮你挖出真相了 原来这个真凶连蛇都不敢碰他 另外我们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 如果你在路边停车的话 你的四个轮子都一定要在格子里面 因为如果你超出去的话 就会被罚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案例 高雄有一名驾驶 他说他好委屈 因为他的后车轮没有停进整个车格 他说是因为这个车格真的太小了 前车又停得很后面 他怕撞到 所以他就停得后面一点 但是后面的两个轮子就在这个线外 那现在警方就以他占用红线太多 对他开发 好另外在新竹的近战车主 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 因为最近接二连三 在新竹好多台的近战被偷了 原来是借车集团有意识的犯案 三人组成的借车集团 他们只花20分钟就能够拆光车子 把热门的车款零件变卖 我们镜头转到了中部 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是 怎么会有一个捷运站 它的日运量可能会比电梯还少呢 台中捷运公布了三月的平均日运量 其中这个九张离站引发了大家的注意 因为它每一天大概只有23人进出 那原来是因为这个地方周围都是农田 还没有开发 但是这个地方 其实一直都是台中市府积极开发的区块 不管是林嘉隆时期到现在的卢秀院市府 通通都有愿景规划 房产专家也指出 如果做完区段征收 重划开发的话 这边后市看着 不过真的对于捷克人来讲 他们看到了奇景 那就是台湾的穿山甲 台湾捷克友好 我们送的两只穿山甲过去 现在还成了当地的头条 但说到了超前部署 不得不提到这个有意要参选 下一件苗栗的县长的中东景 这个苗栗县到底是怎么样 特别的一个地方呢 其实积极布局的中东景 他说因为地方有这样子的流传 说我过去有一些黑历史 那我干脆自爆吧 我告诉你有一些跟谣言的不一样 我没有那么坏了 我也没有加入什么帮派 我唯一加入的帮派就是国民党 那结果呢 他这里面的自爆黑历史的这些描述 被挑出了好多的金句 那甚至呢 许多的民众觉得说 哇你这一些过去的事情 讲得这么云淡风轻 也是蛮特别的 而台美友好会再迈进吗 美国总统拜登 20号将会展开他的亚洲出访 跟日韩的领导人会谈 外传呢 拜登会在这一段时间宣布 要成立印太经济架构 外界分析 台湾很有可能再被纳入首轮的名单 不过现在啊 这个红色产业链啊 恐怕面对空前的危机 因为呢 中国的上海强硬的封城 现在已经尝到了苦果了 他们反映在了这个实际的销售数字 甚至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很多的外企都讲说啊 我们这一次真的被上海吓到了 被中国给吓到了 那这一次爆发了逃难潮 而且很可能只会增大 不过疫情再加上了战争 甚至还有气候的影响 所以呢全球的航运大乱 那现在呢也影响到台湾的供货端 那在速食业者龙头开出第一枪薯条缺货令之后 现在大家在观望 会不会有其他家也有一样的状况 老字号的屏东猪肉加工厂 现在爆发了隐匿疫情 原来有内部的员工爆料 他说呢 有至少15名的医工确诊了 不过呢 公司没有提供足够的快筛试剂 甚至不停工消毒 让没有染疫的员工们非常担心 但说到了快筛话题 实名制快筛 预计下个礼拜就会开出第二轮的购买了 所以大家可以密切的注意消息 那今天呢 防疫滚动式的调整政策 现在呢 考量接下来有可能还会有这个疫情升温的状况 所以呢 指挥中心修改了医院的收治原则 即日起病床要优先留给中重症 或者是未满三个月 但是发烧的儿童 那至于长者跟孕妇 要改去加强版的检疫所 或者是防疫旅馆 一样都会有医护进驻照顾 5到11对小朋友啊 5月25号 就可能可以打疫苗了 所以家长要注意时间哦 那另外呢 在打疫苗的部分 其实今天呢 多了很多的预约施打人潮 最主要就是因为0加7的心智上路了 就在呢 你的家人确诊 但是呢 你只要有打三剂疫苗的话 那就可以以筛代隔 那现在 我们带你来看到今天的最新政策转变 不过不少的医院呢 之前呢 都说民众排好久好久好久 才能够等到筛检 那现在到底该如何的来舒缓这样子的状况呢 王必胜出手了 我们带你来看到他在部立台北医院 在视察了之后呢 发现说有一些动线 还有有一些措施 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所以呢 祭出了五大措施 其中呢 最主要的就是来做这所谓的预约筛检 每一天呢 就限量他们的PCR的量能 那再来呢 能够来到现场的人 再来针对他的年龄 看要不要去走绿色通道 或者是他是什么时候报到的 来去走这个报道优先的通道 那这样子来做分流 确实看见了效果 不过现在医疗量能非常的吃紧 行政也是有一些塞车 但是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更是要努力的体谅彼此 但台南有一个不幸的案例 有一名脑性麻病的女孩 上个礼拜快筛羊之后 他在隔天就在家中死亡了 现在台南市的国民党团 就在议会里面批评卫生局 卫生单位还有警察局 互推死亡相验责任 不过现在医疗量能 真的非常的紧风 很多的医生说 我忙到了凌晨 我都还在视讯看诊 实在是快要冻北掉了 但他们还是努力的 坚守在钢位上 那事实上呢 现在的看诊 然后因疫情有很多种 不同的发展 包括了视讯看诊 包括了电话看诊 就有一个小妹妹呢 她因为确诊住院了 结果呢 她说住院四天 我没有看过医生叔叔 不过疫情持续的攀升 高雄劳工局 最近就接到了很多的抱怨电话 说公司要求要快筛 英才能够进办公室 不过现在快筛的价格不便宜 那他们也认为 没有那么好买 所以呢 劳资双方关系紧张 那甚至 被资遣的女子 还跑到劳工局来咆哮 整个失控了 我们带你来直击过程 那现在大家关注的是 我买的防疫保单 到底会不会被赔呀 很多人呢 就说 这产险公司是不是输不起 现在开始各种的涉陷 然后呢 各种的淡输 甚至呢 立委还哄 尽管会没担当 那立委 他就说 你是不是在放任保险公司摆烂呢 甚至所谓的自愿隔离说法 是不是有放水的嫌疑呢 不过现在金管会 他们跟卫福部口径一致了 说只要选择三家市 符合理赔条件 就必须要赔 还有震惊全世界的教堂枪击案件 台湾人对台湾的仇 竟然是让在美国的台桥来受 原来这个枪手 他曾经住在台湾 但是呢 他对于台湾有仇恨 结果呢 疑似是因为政治的动机 所以呢 他选定了他家远远的 根本没有去过的教会来行凶 酿成了台裔人士一死五伤 那现在呢 警方公布了相关的资料 那包括了他当时犯案的 过程 还有他的预谋犯案的准备 而当时在场最年轻的 52岁郑医师郑达志 为了要保护其他的老人家 不幸命丧强下